FDA通过病毒性软油新药 美国FDA近期通过一款病毒性软油用药 以局部皮肤外用方式使用 适用于成人于两岁以上儿童 对此皮肤科医师指出 病毒性软油以儿童患者为多 病造处会出现中间有凹陷的疹子 若意外抓破可能会造成其他部位或他人感染 因此有时会有皮肤表面多处出现病灶的情况 治疗方式则以冷冻治疗、电烧等为多 该病毒性软油用药主成分为Cantheridin 属处方用药是应证为成人和两岁及以上儿童 传染性软油的局部皮肤外用治疗 而传染性软油是一种病毒性皮肤感染 可引起白色、粉红色或肉色的肿块 可能单独或成群出现在几乎任何皮肤表面 任何年龄均可能发生 但已10岁以下的儿童最常见 FDA规定 该药物需由医食人员每三周 在患者有软油肿块的皮肤区域涂抹一次 在84天双盲试验中 使用该药物的54%患者软油肿块完全消失 安慰剂组软油消失比例则仅有13% 副作用包括使用部位起水泡 疼痛、臊痒、结痂、发红、变色 前噪、水肿、肿胀和皮肤糜烂等 孩子感染最怕病早一点变多点 台湾皮肤医师李正元指出 病毒性软油发生后会形成一颗一颗中间有凹陷的疹子 其中的物质也具有传染力 性质上与一般常听见的病毒油略有不同 病毒油通常是乳秃状病毒所造成 传染性软油则是痘病毒感染 若孩童感染传染性软油 李正元说 比较担心的是孩子忍不住触碰疹子 导致脸上多部位都出现病灶 或是互相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外用药免除冷冻、电烧治疗疼痛 李正元指出 病毒性软油的治疗通常以冷冻治疗或电烧为多 也有局部刺激免疫的药物手段 但难免伴随疼痛感如果是成人患者 配合上相对比较没有问题 但孩子在冷冻治疗的过程中 常常会因为疼痛感而挣扎哭闹 一来治疗受到干扰 二来家长也会感到心疼 因此 李正元表示 该款药物以促进局部免疫反应 达到清除传染性软油的目的 并以皮肤外用方式治疗 可以避免冷冻治疗过程中 孩子因为疼痛而躁动的情况 也不像电烧治疗那样 需要先经过麻醉等措施后 再以手术方式刮除 因此有其市场存在 健康生活编辑部